大家好 这是我昨天在菜市场买的香蕉 最近天气比较热 所以香蕉特别便宜 香蕉是非常有营养的一种水果 但是实际上好多人不知道 香蕉皮的营养可能比香蕉还要多 香蕉皮中富含氨基酸、维生素B6 还有丰富的血清素 比它的果肉含有更多的生物活性成分 可以增强免疫力、抗氧化 那么香蕉皮的好处是一期节目说不完了 在种植上 因为它富含钾、磷、铭、铭、铭等微量元素和多种氨基酸 对植物的生长十分有利 是养花种菜不可多得的好肥料 今天跟大家分享几种用香蕉皮做的有机肥料 因为它富含钾 钾肥可以使植物静杆强健 提高抗虫、抗病、抗寒、抗汗、抗导腐的能力 它能使植物的根部发达 并且能够使骨石膨大 色泽也特别好 如果你没有我这么多香蕉 根本没有关系 大家可以少量的买 然后每天吃完以后 剥剩的皮放在冰箱里冷藏一下 拿出来用也是可以的 如果它们变黑 大家也不用担心 冷藏后的香蕉皮 那么一些组织被破坏掉了 实际上这样可以缩短发酵时间 变黑的也可以用来做肥料 那么这么多香蕉 你一次肯定是吃不完的 所以推荐大家可以把它们的皮剥开 然后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面 这样每次你拿出来吃的时候 就像吃雪糕一样 特别凉爽、特别可口 我们需要一些从超市买来的 三门制的袋子 这样的袋子 我一般是把它们的头和尾都去掉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些香蕉比较粘手 大家在做的时候可能要经常洗手 这样香蕉才是比较干净的 好了 下面我们就可以把香蕉 冻到冰箱里面去啦 放在冷冻层里面 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这些香蕉 尽量切成小块 这样比较容易分解 分解的会比较快一点 而且释放的营养物质呢 也更全面一点 我们下期视频 如果你希望你的兰花长得又壮,花开得又好 那么香蕉皮可以帮上你的忙 香蕉皮做的有机肥,可以让叶子变得油绿油绿的 做法很简单 每次换盆的时候,我都会在新盆底下放一些木屑和土 因为兰花的透气性要好,所以我加了好多木屑 然后我们再把香蕉皮埋在底下 然后给兰花换土 我要剪掉一些兰花的老根 我们剪掉一些没有生命迹象的老根 请拿出来的,雞 und花的食材 Theater,可以用小伙伴用 取茄,担脱子的老根 糖 就好了,有一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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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